媒体爆出了2020年当时绿营的网军群组的名单 还有对话框里面的对话记录 结果赫然发现有不少的绿营的委员充斥其中 还包括了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黄崇燕 蔡英文的党主席特助洪耀男 都在这样的群组内 虽然说黄崇燕撇心 她说我是被拉进这个群组的 可是她是总统身边的重要幕僚 就算她是不小心被拉进这个群组 难道她事后都没有发现 这个群组里面都是网军都在造谣抹黑吗 怎么还去跟这些网军开座谈呢 而且怎么这么刚好 绿营的大咖都刚好被加入这种的网军群组内 而大家都不知道可以退群吗 李文 好 我们来看 这一次有关于网军撤意的群组里面 大咖通通参加被曝光 那么私人身份的网络闲聊的会谈内容 难道都不代表任何官方的立场吗 大家都急于撇清啊 像洪耀男啊 他就是洪耀福的弟弟 大家都知道 他们就是阴系很重要的白手套 都在这样子的一个群组里头 在这个时候呢 一直被曝光出来 黄崇燕呢 也是当事人 所以黄崇燕就出来啦 他说你们要讲清楚喔 所谓的网军是有拿钱办事 这叫做网军喔 我可不是喔 我领的是总统府的薪水 我们都以为你是发钱的那个 你是领总统府的薪水是没有错 这个网军的利益是谁拿钱给他们 我以为是你们透过洪耀福 洪耀男兄弟专门在做这种事情的不是吗 好 他说我只是被拉进群组而已啊 对啊 这群组不是你创的 不是你把大家拉进去 谁参加群组不是被拉进去的啊 他说呢 他的手中最多的时候 有一千个群组耶 意思是说这不算什么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我不可能操纵网军啊 好 有几个人相信呢 但是呢 反正现在就撇得很干净 没这回事 好 那媒体人黄阳明呢 他有不一样的分析 据他的特别观察 他发现说呢 这件事情是特定的绿营网军泄露出来的 当然了 一定要绿营呢 才有办法拿到这样子的一个网内的资料嘛 好 他说呢 为什么他觉得是特定的绿网军泄露的呢 因为泄露的时间点就是赖清德 去参选主席的第一天 好 这是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那以前呢 有一个专打赖清德的网军 好 结果呢 诶 奇怪咯 妙的是呢 这次呢 从头到尾 怎么都没有提到这一个网军呢 好 有猫腻 所以他认为目标是什么 目标根本就是这些网军在向赖清德表中 所以接下来绿营的网军可能会展开 哎呀 黑天暗地的内斗啊 待会我们可以问一下 诗老师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有 有有有经验 好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呢 不是赖清德在斗蔡英文啦 因为大家都以为是赖清德在斗蔡英文 对我好不容易啊 媳妇熬成婆了 在斗蔡英文的网军 不是 错 不是这样 你们搞错了 是这些网军啊 现在呢 树倒狐孙散 对不对 墙头草嘛 现在赶快要向新的下一个主子赖清德表中 所以呢 先砍一下菜子时代的网军啦 所以咯 那现在呢 就是狗咬狗咯咯 那不管怎么样呢 意思就是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啊 只要要选举的 一定有很多的 Dirty Job 这些肮脏的事情 不就是还是要靠我们网军帮你为事吗 所以呢 赖清德 不用担心 我们以前帮蔡英文 但我们现在可以来帮你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先呢 做一下 砍一下自己人 给你看 让你知道 我们呢 已经向你表忠 你可以相信我们 感觉政治真的好黑暗啊 好 那么呢 罗秉承呢 现在呢 也真的证实了 民进党呢 要打什么 要打抖音啊 好 记不记得 之前呢 先说了 行政员工 所有的公务人员 不准用抖音 现在呢 在积极的研究 抖音的禁令 要扩大到民间 换句话说呢 台湾人通通不可以用抖音 那唐凤呢 也同意 要有抖音的替代软体的想法 你最好是啦 你拿这么多的预算 在那边点面线 大家都已经快要看不下去了 让人家抖音 是红遍全世界啊 你现在想要来替代抖音 我双手给你鼓掌赞成 那你最好是做得出来啦 我们眼睛灯大一点 看看你什么时候 可以做得出来一个 可以取代抖音的软体啊 你如果有这么厉害就好了啦 然后呢 大家就开始酸啦 最好是哦 这种东西都可以出来 就叫做抖音 我帮你改个名字啊 抖蔡英文的抖音啦 有没有 然后很多啦 大家都在酸他啦 好 所以呢 网友就开始酸啦 这些民进党的官员啦 抖音进了以后 民进党选举就会赢了 是吧 所以呢 就是把老百姓的嘴巴污起来 眼睛遮起来 耳朵盖起来 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蔡英文继续 民进党继续永远执政吗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没出息 这么倒退的一个政府啊 然后呢 最好笑的是 就是去吃黑大碗啦 还说呢 要弄一个替代抖音的 一个软体做出来啦 大家都笑他做不出来啦 好 那么呢 大家又今天呢 国民党党团又拿出新的 这个预算的资料 发现说 哇塞 清律媒体真的不得了啊 你看看 就是政府的宣传预算里头 一整年的预算里头 民事就拿掉 几乎一半的预算 然后三立呢 拿了四分之一的预算 华市呢 哎呦 新进来的华市呢 也拿了十%的预算 所以啊 民进党执政就是肥自己人嘛 难怪大家吃相难看啊 因为抢得到 吃得到就是你的啊 敢吃就是你的啊 吃相难看不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所有民间人觉得最受不了 最摇头 最难过 最痛苦的 就是看到民进党这一群人的 吃相难看 鸡犬升天 还有啊 就是有乃便是娘 看现在当权者是谁 就马上的扒上去 靠上去 蔡英文的时候呢 就扒蔡英文 要砍赖清德 是不是 哎 手下不留情 现在 蔡英文要跛脚了 赶快再去抱赖清德的大腿 就是这一群人 变成是现在 民进党的核心跟骨干 不过很妙的就是啊 这个赖清德一宣布要选党主席 而且甚至有可能准备职工2024 刚好就这么巧 绿营的网军名单就被外泄了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名嘴黄阳明就分析了说 哎呦 以前有一个专门攻击赖清德的侧义粉 好像叫什么金孙什么的 这一次完全没有被揭露啊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 绿营网军内部 有人呢 是准备要反骨泄密了吗 如果真的是有网军 像赖清德那投名状 要来表忠的话 这不就代表 民进党即使进入了后裁英文时代 还是戒不掉网军权力的魔戒吗 因为马上就有人投靠赖清德 赖清德会不会继续使用网军呢 秉哥 其实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网军本身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你稍微 他让他获得不了利益 或是整个东西发生什么变化 他可能就马上带枪投靠 可能就把你过去跟他的点点滴滴 全部都提供给你的敌人 所以网军本来就很可怕 所以郑政务自己要去想想看 用网军真的好吗 然后就在赖清德宣布要选党主席 马上就跳出来这个东西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有人 因为尤其明报本身又跟 你知道独派立场很接近 大家也知道他的主事者是谁 所以表示有人看不下去觉得说 你蔡英文最好这次给我助手 不要再像上次一样这样去弄赖清德 你再去这样弄试试看 可是你看他打的是非常客气的 也就是他并没有 因为在这种群组里头会有很多对话 只要你有心的话你去截那些图 有些那个图是会非常辛辣到 可能让黄串映解释不了 让林赫敏解释不了 不会让他们现在这样轻描淡写的说 没有没有就一个群组 我只是有参加而已 他没有把那些对话截出来 为什么 并不是他没有截到 而是他故意不截 因为他的目的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次不要再动了 再动我们就要出手 因为你们的资料我们都有 而且这只是这么多群组 因为黄串映自己都讲有一千个群组嘛 所以那么多群组里头 你们到底讲了什么自己心里明白 那这些可能都被人家掌握了 那现在就告诉你们不要动 那第二个呢 他为什么不敢进杀绝 因为你们不会攻击我之后 等到我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要帮我 那实际上 现在你已经看到很多 包括只是赌兰这些过去批 赖金德的中共同路人 把他骂得一文不值的 现在开始都投靠他啦 还在帮他出谋划策 说赖金德应该怎么怎么做啊 什么都开始讲啊 这些人都这样子啊 那这些人就是有奶就是娘的 我也不怪他人家在做生意 人家在讨生活嘛 他又不是有什么政治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你亲眼看到网军造成的效果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用 只要他不要伤害我的话 你觉得政治人物会不会用 我看恐怕很多政治人物 都受不了这个诱惑 所以我觉得网军的问题 未来会跟台湾的政治 会密不可分 因为恐怕更多的政治人物 会跃跃欲试 不断地去利用网军 来做这种散布谣言的工作 网军不是罪恶的 罪恶的是你不是我的网军 这就很罪恶了 好 不过辅党高层 被抓包出现在网军的群组内 那么蓝颖也提报说 会不会其实彻翼根本就存在 就主流媒体里面也是有吗 因为蓝颖就说 蔡政府的宣传经费 就被抓包根本就是 独厚某些青绿媒体 而且这比例非常的失衡 光是三家青绿电视台 拿下七千多万的政府标案 算一算 占了这个中央媒体宣传的 总预算七八成 而且这还不包含了 绿营执政县市地方的标案 那么李德伟委委员 甚至是还爆料 他说农委会要求 辖下有一个封年社 硬是要把标案 转包给绿营的媒体 这不就等于是政府 拿了百姓的纳税钱 还来洗我们的脑吗 是吧委员 是没有错的 现在的民进党执政 几乎都是这样子 都是他的一个相关的单位 特别是农委会 他号称是网军的 这个1450之头 他开始的时候1450 很清楚了 他就是用网军来治国 用网军来做认知作战 用网军来带风向 然后就包给绿营的绿色的媒体 占了百姓70是这么高的比例 这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 凭什么成绩中 凭什么其他相关单位的部位首长 你可以把我们的钱 拿去送给这些绿营的人 绿营的媒体拿来洗我们的脑 而且是攻击在海党 这个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这不是民进党的钱 所以农委会以农委会最明显 加上其他的单位 都是自喜自甘作戒 变成是民进党的护水组织 这到底是护水组织吗 农委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而陈继仲也认为说 你看我不断地给他们 他们替我讲话 所以我保住我的官位 不管大陆进石斑 进凤梨 进石家 我有我的讲法 就透过这些网军来帮我做 透过这些绿美来帮我美化 他就可以保住他的官位 非常可恶的做法 但是现在可以看得到 刚提到这个网军 这些绿营的高官 绿营的明代 绿营的立委都在里面 他只有在里面看吗 是这样子吗 他如果加进去的话 那些网军就看到说 我们有高官做我们的网友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提 我可能需要这个 我可能需要那个 难道这我们的高官 你不会给他方便吗 所以根本是这样讲的 民进党以网军得天下 用网军治天下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所了解的 我所了解的 我也认识到几个 绿营的几个大的厨房 大的网军的头头 他们真的是这样子 怎样一声令下 他们是做一个大的梗图 啪啪啪一下去 就一个风暴下去 给好几个 一个好像是一个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再一直下去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铺天盖地 可是我们要问 这样的结果 我这次为什么还带牌 这次你的选举 为什么大败 我们问这个问题 可见得民进党这一招 101招 靠网军得天下 靠网军治天下 已经不灵光了 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用老百姓的钱 洗老百姓的脑 我们不再买单 老百姓心中 还是心有耐把尺 那就是这个社会需要平衡 这个社会需要公平正义 世保员提到 这次民进党的败选 事实上败选 他们是有检讨的 结果归纳出败选的原因是 对认知战的澄清来不及 而且只指说 抖音这种假讯息 被大量的转传 对他们的选举造成了冲击 不排除有境外的势力介入 网友就酸说 你就讲明说 你是想要推数位中介法 很难吗 昨天罗秉承说 正在收集资料 打算要严拟 让全民通通禁止使用抖音 唐凤也说 对对对 我们要研发抖音的替代品 所以网友就说 好啦 以后抖音改名叫做抖音 是蔡英文的音 小红书叫小绿书 Instagram叫做Instagreen 通通都要变成绿色的 叫做台湾好社群 好 所以民众用抖音 绿说会有假消息 那所以说意思是说 政府推的替代品 一定不会有假消息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正峰老师 这是不是代表着 以后这些所谓的 绿营的好社群 里面内容都被绿营 思想审查过了 所以就不会有 有问题的内容了吗 我完全同意委员 刚才提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很多选民 就是对于这种破张税 污贼战腻了 不想投票 或者就是说 不想投给民进党 OK 那其实我们讲一下说 真正的说谎中心 应该就是政府 那我们如果说你 我们知道各个部会 行政院都有这个新闻的 这个办公室嘛 他可以去澄清嘛 而且他有三明治等等这些 他的绿色的这样子的 测语等等这些啊 他可以去澄清 为什么没有办法 是没有用 还是怎么样呢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比如说公投跟这个大选 强制脱钩 然后呢 这个到底是哪个憋角的学者 然后写新闻稿去给这个苏珊珊院长 然后苏院长公然在国会里面 欺骗我们的老百姓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如果讲 一点话不一样的话 他可以用社会法处理我们 但是我们 你说谎的时候呢 我们有哪里可以去澄清吗 三明治是不会登我的东西 不会让我讲任何话了 OK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要散播一些惯所谓的洗脑以外呢 其实还是牵制我们的言论啦 所以我想说在日本时代呢 我印象中在文化学会去演讲的时候 在我们台雾峰文化这个戏院这边演讲 那警察就站在下面啊 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制止你啊 那在过去戒严的时候 国民党的时候就是有报警嘛 所以我们才有党外杂志 争取这样的言论之友啊 结果现在呢 我们才嘲笑说阿扁是童子军治国 小英线是网军治国 原来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就是负责张罗这些网军的 怎么那么无聊 他还是政治系的这个硕士啊 OK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 我这几天还在这个礼拜 在教政治学媒体 媒体言论自由这个部分 我说媒体是要告诉我们 真相是什么 分析然后建议 然后最重要是无免之王 要监督政府啊 是第四权啊 结果你现在变成一个侧翼 你的自我定位到底是什么 OK 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说 我们在讲说一个极权国家 他要控制 其实重要就是媒体的控制 新兴的媒体 那我们看到希特勒也好 然后看到史达林 那过去是收音机啊 那现在小英我们过去看到就是说 52台就是电子媒体 对不对 现在是连网路都在控制啊 好 那你要让我们怎么样过活呢 我想这个反弹 特别是年轻人的反弹 我想你知道我还是做一个结论 以前我们在写周记的时候 都要去看那个社论 中央日报社论 我们报 然后我们都知道 中央日报说好人的 绝对不一定是好人 说坏的人一定是好人啊 所以我现在就想说 三明治讲的好的一定是坏的东西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